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 乌克兰官员称 俄罗斯16号再次对乌克兰全境实施打击 俄军此次共发射70多枚各种型号导弹 主要目标是基础设施 英国金融时报称 基辅方面表示此次袭击是俄乌冲突以来 俄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之一 据报道 俄方16号对基辅的打击相当密集 乌克兰防空系统 虽拦截了几枚巡航导弹 但室内仍有多处受损 地涅波罗式地铁和电力供应 无法正常运行 哈尔科夫和基洛夫格勒等地 一些铁路路段断电 被迫开始使用内燃机车 另据路透社报道 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先科表示 乌方至少9个发电设施被击中 乌克兰能源公司当天一度宣布 进入能源紧急状态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俄再次对乌关键基础设施 实施的大规模空袭 旨在回击乌方对 顿涅茨克地区的打击 15号乌军对顿涅茨克市中心 进行了2014年以来的 最大规模打击 乌军使用冰雹火箭炮 和北约国家提供的重型火炮 在一天内对顿涅茨克展开46次炮击 共发射近百枚各类炮弹 造成5名平民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儿童 50多栋房屋和6处平民基础设施受损 当地时间16号早上 乌军又在20分钟内向顿涅茨克两地 发射14枚北约155毫米口径炮弹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 什维特金表示 俄必须对乌军举动 做出强烈军事回击 俄军事专家罗金表示 俄军打击的都是战略目标 未像乌军那样打击居民区和学校 据俄塔社报道 欧盟在15号冬季峰会闭幕后 发表声明称 决定增加对乌军事支持 特别是在防空和排雷领域 欧盟还承诺 立即增加对乌人道主义援助 助其重建关键基础设施 已度过冬天 不过乌总统泽连斯基 呼吁西方提供更多 和更先进的武器 俄罗斯观点报16号报道称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当天表示 北约领导人一直宣称 他们没有与俄作战 但大家都很清楚 这一切正相反